据路透社报道25日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 在北京举行的香山论坛开幕市长表示 台湾问题涉及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触及中国的核心利益 在这个问题上一再挑战中国的底线是极其危险的 如果有人想把台湾分离出去 中国军队将不惜一切代价采取必要的行动 他同时还强调 中国永远不会放弃任何一寸领土 这段话虽然不长 但信息却极其丰富 一、台湾问题触及中国核心利益 这意味着毫无商量谈判的余地 二、极其危险这个关键词 是一个严厉警告同时也是忠告 意味着任何势力如果敢于越过对台红线 都将付出难以承受的代价 三、不惜一切代价表明我们不会让台湾割裂的决心 问题在于如果我们都在不惜一切代价了 挑战者又将会付出怎样的代价 恐怕是他们承受不了的 四、不会放弃任何一寸领土 清清楚楚地告诉了挑衅势力 妄想台湾分裂不过是痴人说梦 这里只是简单地总结了四点 其实这段话里传达的信息还有更多 在我看来这句话向外界传递了一个核心信号 那就是绝不容许任何国家、任何势力、任何组织与个人以任何方式来染指中国核心利益 否则中国将不惜付出任何代价 进行坚决捍卫 随着台独分子的日趋活跃 随着美国政坛的变化 我们一定要防备一件事 那就是美国突然出现对台政策的重大调整 比如不再承认一个中国基本立场 甚至抛出两国论等等 川普在上任之初就说过 如果与中国没有在贸易等方面达成一些交易 不知道美国是否有必要继续坚持一个中国政策 以川普的流氓个性 他有一种做事为求目的不择手段的冲动 再加上跟在他身边的都是一帮极端民族分子 要谨防他们会搞出点意外 目前来说 美国要在其他方向挑逝比较难 根本一点在于 谁也不想成为大国决力的炮灰 你看东南亚诸国现在在南海很安静 印度与中国也保持了和气态势 就连日本也不想参货在中美之中 因为他们都很聪明 让自己置身在中美之外 不想成为大国决力的牺牲品 但台独那帮傻貌就不一样 甘愿做美国棋子 成天作者分裂台湾的白日梦 正因为台独分子与美国极右翼势力 所存在的冒险心态 目前舆论界普遍认为台海有可能 是下一个多事之地 我们一定要将各种局势都想到 并做好各种预案与准备 正所谓有备无患 但是不论分裂势力如何闹腾 注定他们只是一个永久也实现不了的梦 且不说台湾统一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就以台湾的战略位置来 我们也绝对损失不起 别看我们在和平时期可以从巴士海峡 宫古海峡自由进出 一旦在战时别国将海峡封锁 我们想要出入就麻烦得多 但是拿回台湾岛后 我们就能真正自由出入太平洋而不受人牵制 美国为中国设置的第一岛链将毫无意义 中国的经济与军事力量将突飞猛进 这就是美国死活不愿让两岸统一的原因 也是我们必须要统一的重要原因 凡是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 从来没有商量的余地 说远一点的 西沙海战 我们硬使用百吨小艇 同越南的几千吨大舰对战 最后成功拿回了西沙 也才有了如今美丽的三沙式 说近一点的 黄岩岛 美国航母来了又怎样 现在黄岩岛还在我们手中 动朗对峙印度蠢蠢欲动 结果我们一出手 三哥才发现大事不妙 赶紧回家 美国在南海一类的闹腾得欢 但基本上是他来一条件 我们就用三条围 根本没有优势 前不久美舰不听话 中国军舰离他最近只有41米 你不转弯就直接向你撞上去 在台海附近美国更是毫无优势 纵观过去的历史你可以发现 中国从来不随便表态 但说一句基本上算一句 中国也很少料狠话 但真欲试了 从不含糊 三哥 十四年代的